你看有的高级班的人一打那边 那个身体已经跟过去了 但是呢我不要动 我只是注意那里 人家打的时候呢我才一触即发 我已经早早的已经身体已经 哇都要去了 但是我先不要去 因为你去很容易被骗 但是我已经非常的ready那个点了 他一打我就爆发力就抢过去了 Same thing前后也是一样 前面也是一样我打完这里 我很想往前冲但是我不要往前冲 但是我的整个注意力 我的整个energy是要往那个地方冲的了 你敢打我这个人已经ready要冲过去了 但后场呢因为我还在这里 你打的话我很快就回来了 所以呢两边你都是非常的坚固非常ready的 但是你刚才打完就是 我的打完以后我energy还是在后面的嘛 还是在中间的嘛 又不前不后就整个人是停滞在这个地方的 对我是 哇一直要往前冲一直往前冲 只是有个拦住拦住不让我冲嘛 他一出手我立刻就就过去了 对意识还没有到位 意识 你看你这个启动部位是什么作用 是加速啊 加速啊 所以你那个启动部就是做了一点点的话 就是太不理解这个启动部了 set up不是只是快的set up 他慢的也是可以set up的 你挑起来也是set up的 你只要是目的 是把这个球当成一个工具 为了抓下一个球的工具 他打过去 赶快 只要打到这个目的 那个球的快慢都没有关系 因为刚才你们就是想了 快快快快 赶快打过去 然后去抓下一球 其实你这个球 慢一点 下一个球快就行 那个出手快慢是不重要的 那个质量 好坏都不重要的 你的球可以软软的过去的 你可以高高的过去的 下一个球快点过去连过去 对 我叫你们是头脑加快 你们就是手加快了 还是技术层面的东西 叫你快一点 你就脚跑快一点 手发更快一点 不是这个快 是那个头脑的快 对 不要就是误解错了 刚才有好多球 都急急忙忙的 发球赶快发呀 发好坏都没关系 只要你发完下一个球 赶快过去就行 好 好 好